通过弯曲渣男这件事情呢 我想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法律与道德的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个法律呢 是法治社会的基石 我们法治社会是由法律来进行规范的 它是社会运行的整个的一个框架 那么如果你违反法律的话 那么你就犯罪了 所以我觉得法律呢 是道德的底线 法律的标准应该是不高的 是比较低的 那么我们大部分看我频道的观众 应该都是在海外在民主社会 那么对法治社会呢 如何做一个公民呢 法律的作用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多说 更多的呢 我是要是聊一聊道德 道德呢 我们都是中国人 更多的呢 我们是从一个去看这个儒家道德 或者我们中国现有的道德 这个方面去去看去聊 第二个道德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我道德 我觉得是针对自己的一个标准 而不是去衡量别人的一个标杆 但是五千年下来呢 五千年也好 三千也好 不是我们这一期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就说五千年 五千年下来呢 我们在现在的中国社会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道德 我们是用道德去衡量别人 而不是把道德作为衡量自己的 总是要用道德这杆标识 去量别人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问题 道德或者说是中国道德 那么五千年运行下来呢 我们现在所讲的儒家道德也好 所讲的中国道德也好 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高线 它的标准非常高 非但是对别人的 而且这个道德的标准也非常高 很大部分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就是古代首校 在汉代的时候呢 那时候还没有科技制度 那时候采用的还是举荐指 那么靠人推荐 师大夫阶层啊 他们推荐 推荐的话呢 很重要的标准 它要有一个标准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呢 就是孝道 那讲到孝道的话 那孝道当中 一个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双亲 如果双亲之一是去世的话 那么要守校 守校呢 当时候也是 守校时间是非常长的 要求是一年 并且呢 你是要住到陵墓那边去的 那么当时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住过去了 啊 住过去了 但是呢 有很多 妻子也好 小妾也好 也跟着住过去 甚至在这个一年里面 孩子都生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 在这种情况底下 所谓的孝道就变成了一个孝道表演 所所谓的道德 也就变成了一个道德表演 延伸到其他方方面面 所有的整个这个道德标准 在道德标准 如果道德是标准是道德高限的话 那么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在做不到的情况底下 就会形成大量的道德标演 因为你的标准高 大家为了有一个好名声啊 所以所有的人呢 都进行去道德 进行去道德标表演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最后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就是遍地都是伪君子 大家都在装 大家都在做道德表演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就要讲到孔子的孔子的两个 两个弟子啊 子共与子路 子共救人与子路救人 子共呢 是孔子的弟子啊 在鲁国有一个法律规定 如果你在国外 鲁国国外 你碰到有鲁国人是奴隶的情况底下 你可以把他帮他赎生赎买回来 然后报告给鲁国官府 鲁国官府在知道的情况底下 是可以把这笔钱 这笔赎金给你的 报销给你的啊 还给你的 那么这是鲁国的一个政策 那么孔子的弟子 子共呢 有一回在外面 真的碰到了一个鲁国人 沦为了奴隶 那么他就帮这个鲁国人 出生了 出生了以后 子共呢 回到了鲁国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赔偿 这件事情被孔子知道了之后呢 孔子非常生气 大骂了子共一顿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你拿了 拿了政府的 拿了官府的赎金 并不会拉低你的个人的道德 但是相反 你拿了这笔赎金以后 其他人以后也会拿 如果你不拿的话 那么其他人以后 被你的这个标准所限制 他们也觉得拿不好意思的话 那还有谁会去救鲁国的国民 所以在这点上面 孔子是大驾生气的 大骂了子共一顿 第二个学生 子鹿 子鹿呢 有一天路过河边 看到了一位溺水者 他呢 就救了这位溺水者 然后溺水者为了感激子鹿 送给了他一头牛 子鹿欣然接受 那么事后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孔子就大家赞扬子鹿 说子鹿 你做得好 做得对 这样以后 就会有更多的人 去救溺水者 去救助更多的人 讲完这两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感觉 这好像跟我们平时 所听到的孔孟之道 不一样啊 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那么我们平时听到的 我们印象中的孔孟之道 君君称臣 富富子子 这一套 更多的呢 是已经经过帝王修改了 或者说是帝王 大力宣扬 孔孟之道当中 符合帝王利益的那一套 像孔子也说过 也在救助人 在救救人方面 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有这样的思想的话 我们平时是 不容 不容 很难听到的 所以就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这是不是孔子的意见 其实 他是的 我就想到 现在好像中国是有一个建议勇为基金了 但是好像这个基金的奖励呢 也不是很高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之前好多年 几十年 在中国是没有这个建议勇为基金的 而相反我们呢 是提倡要做雷锋 要无私 要奉献 要牺牲 所以在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到的 道德高陷的问题 我们的道德是一个道德高陷 那么在这种道德高陷的宣扬底下 大部分人 可以说绝大部分人 是做不到的 那做不到的情况底下 就是说你唱你的高调 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很少有人敢去建议勇为 敢去救人的 因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很大 像救溺水者的话 很有可能你自己也会有这个生命危险 最后也有可能建议勇为的人 自己也死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只是一个高的道德的话 造成了大部分人是不敢建议勇为的 但是您看几千年前 其实孔子就有这样的思想了 如果我们当时候就有建议勇为基金 而且甚至现在建议勇为基金的奖金 是大大不够的 你就一个人 你至少要讲20万 30万 50万 甚至是50万 如果这么高的 这么高奖金的情况底下 咱们并不是说金钱使人堕落 我们用金钱贿赂你去救人 并不是 而是说我消除了你的后顾之忧 如果万一你发生了什么的话 那么有经济保障 你的家庭有经济保障 或者说是那个人心里面有一种安全感 在安全感的保障底下 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大部分人都是愿意去做好事的 当然首先前提你可能自己要具备一定的能力 比如说有旧溺水者的话 你要会游泳对吧 不会游泳的人 那么我们还是不主张 那么贸然的就去见勇为的 咱们对比我们现在的提倡的这个道德 这个见勇为和3000年前孔子提倡的救人的这个思想 你看3000年我们不是进步 我们是倒退 原来在3000年之前就有这种物质奖励的这种思想 其实它不光光是说是一个措施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层面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想再讲一讲 延伸到我们中国社会整个对各行各业 尤其是老师 消防员 警察 解放军战士 这些职业有相当高的要求 都是提倡要牺牲要奉献 要牺牲 那么 在这种情况底下 首先讲老师 老师 灵魂的工程师 我们把道德拔得很高 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 老师要燃烧自己 点亮别人 那么回过头来讲 回过头来讲 你给人家拔到那么高 请问你付给人家的工资是多少 当然我知道 现在的老师的待遇已经提高很多了 现在老师的待遇在一些发达 尤其是发达地区已经很好了 已经提高很多了 那么在之前可以补课的时候 那么老师还是可以补课 有一块额外收入的 那么 补课那个不讲 因为那个是老师的个人行为 体制来讲的话 老师在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待遇是不高的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把这种老师的标准 无限拔高 拔高到牺牲自己 燃烧自己 奉献自己 那请问你给人家的经济报酬 你给人家的工资是多少 他并不比外面普通的劳动工作者 多多少 那么他还要用这条去奉献自己的命 因为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是有什么灾难 有什么地震也好 火灾也好 你对老师的要求是 他不能先跑的 他必须要保证所有孩子的安全 当然这个对不对 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 这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道德标准 因为 讲到这里 那么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了 饭跑跑 饭跑跑呢 我估计可能很大一部分朋友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 或者说甚至当时就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我就讲一下 08年汶川地震 有一个老师 饭跑跑 班主任老师 当时候 非常轰动 地震发生了之后 他 在教室里面正在教书 然后当时候他的反应是大叫了一声 地震啊 快跑啊 叫完了这句话以后 他自己第一个冲出去 跑出去了 扔下了所有的学生 扔下了所有的学生 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到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 呃 这都是08年 这都是已经十几年前了 在十几年前那时候中国的舆论氛围 中国的这种呃 社会氛围之下 这种行为肯定是口诛笔伐的 啊 这是这还是第一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就是事后 饭跑跑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然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底下 他公然的表示说 这样呃 我也是一个人啊 学生也是也是人 我觉得我这样做 呃 并没有大错啊 引起渲染大波的还不是这些话 引起渲染大波的是他接下来说 他说如果我和我的母亲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也是这么做 我也是先跑 这句话捅了马蜂窝了 这句话捅了马蜂窝了 所以三点 第一点 他扔下学生 自己先跑了 啊 他实际做的 第二点 他接受采访了 接受采访 公开说 我觉得我这么做 是没错 我也是人 第三点 他自己举了个例子 我妈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也先跑 这下子好了 捅了一个大马蜂窝了 口诛笔伐 骂死他了 口水要淹死他了 首先一 你违反了教师应该奉献的 那这种精神 你是成人吧 你应该是在孩子之后跑吧 你还是老师 你还是班主任老师 其二 你还恬不知耻的 啊 自己还认为大义凛然的啊 你作为一个人 你可以先跑 对吧 你你既然不顾及 你还是觉得这没错 这第二点 第三点啊 从马蜂窝的那边 我们传统当中的孝道 母亲啊 你居然认识 你居然恬不知耻的说 母亲我也这样 我也应该是先跑的 哎呀 这个饭泡泡 当时真的他有了这样的言论之后啊 是被全国的媒体被所有人都给骂死了 都给骂死了 首先我想说的是他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符合主流道德价值的啊 肯定是不符合的 然后我个人觉得呢 肯定也是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他对做的对不能这句话肯定是不对的谁说做的对就是畜生啊我也我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他做错了没有和主流价值来比的话 其实他是做错的也没错我也可以这么认为 但是当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有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 其实我也是有想法的啊 那么今天是社会环境是开明很多了 那可以可以来说一说了 那么我觉得拉回来说 翻泡泡 他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他完全错了嘛 他讲的话也是有些许的道理的 因为平心而论 如果从公民社会 从法治社会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人 那么人和人的权利应该是相等的 在灾难面前 老实讲 我们扪心自问啊 你难道没有求生意识吗 对不对 有 我们不否认 有高尚的人 对吧 有那种 非常以道德要求 就在道德方面 毫无瑕疵的 他第一个想到是是别人 这种人 我们不存 不否认存在 对吧 但是可能更多的普普通人 我觉得自己也是有求生意识的 那么在地震发生的 第一鸟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 99%的人都是会慌乱的 第一个脑子里显现出来的 肯定是本能的求生意识 那么可能很多人 在慌乱之后可能会想到 哎呀 我还有孩子 如果你是那位老师的话 我还有孩子 我不能先跑 我要让孩子先跑 或者妈妈 我要救妈妈 我要让妈妈先跑 我觉得没毛病 但是他是有一个过程的 但是也不否认有犯跑跑这样的人 他的道德没有那么高 或者说他的求生意识 他慌乱了 他自己的求生意识 他对自己的优先级比较高 他先跑了 他这样 我只能说他这么做不高尚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低贱 因为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人 他是平等的 对吧 我们已经聊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 他也是平等一个人 他也是一样的一个人 那么他这么做也是没有错的 首先第一步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不会说他高尚 但是我也不会批判他低贱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求生权 第二点 他公然说 老实讲 他表达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利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错 只是传统观念接受不了 他这么公然的去说 但是从一个现在公民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那么错 第三个 他表达 他拿他妈妈举例子 那这个来讲 从主流观点来说 肯定是更加接受不了的 那么还是和第二点一样 我觉得他不高尚 尤其如果他作为一个儿子 对他妈妈 他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愧于妈妈的 如果妈妈没有逃出来 或者说甚至妈妈逃出来了 他这么做了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愧的 他在道德方面 他是低的 我不加鉴子 我就说低的 这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从一个人 一个个人对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错 但是你要说他高尚 谈不上 谈不上 所以从底下来 当年饭跑跑所受到的口诛笔伐 我觉得是过头的 我觉得是过头的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就有这些想法的 但是当时候的社会环境肯定 别说饭跑跑自己会被骂死 如果我公开的去表达 为他稍微反一反 反回来 稍微拉回来 说一说的这种观点 当时候我也会被骂死 所以这个当年我是没有机会说的 今天我就有机会说了 以防有些朋友误会 我想再总结一下 再强调一下我的观点 我认为饭跑跑这么做 他作为一个人 他不高尚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不高尚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他也不低贱 但是尤其是第三个 作为一个儿子来讲的话 他没有对不起你 对不对 他如果跑了 他妈妈 他妈妈在一个房间 他肯定是没有对不起你 对不对 他对你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 你不要用道德去衡量他 顶多就是 他如果这么做的话 他是愧对他妈妈的 因为他妈妈养育他几十年 好吗 但是他没有愧对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们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是没有资格去批判他的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那么再拉回来讲一点 就是说当时候范泡泡 范泡泡是北大毕业的 你知道吗 他是北大毕业的 他自己也看哲学什么的 所以当时候 我觉得他那么样子去表述 其实 大家觉得你 你大意宁然的在说这些 还会感觉自己对 但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范泡泡的重点 其实不是说 他在想说自己有多么正义 我就应该这么做 我这么做多对 其实他是被大家 他是在对抗大家 他心理上有一个防御机制 你这么去批判他的话 他就变成一根针跟你对着干 但是他没有讲明 他自己的心理的一个出发点 其实我更多的觉得 范泡泡是在对抗传统 他在表达与主流 对他可以 你可以说他对主流传统价值观的 这种不屑 或者你你也可以说 其实他是想在提醒大家 我们传统价值观 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们那个道德是太高的 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 我们忽略了一个人的基本的 每个人是人与人生 生下来就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平等的权利 虽然有成人与小孩之分 虽然有母亲与儿子之分 所以我更多的觉得 范泡泡其实当时他是一个对抗 和范泡泡是想在表达 以传统价值观不符的 抗衡的意思 所以当时就拧在那儿了 他并没有说清楚 但是呢 比如你现在再去采访范泡泡 我觉得范泡泡有可能就能跟心平气和的 去讲一下他自己的心理到底是什么 当然 这一点要拉回来说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肯定是开放 已进步了很多了 这点 那我们有一说一 不好的就是说不好 那么进步的我们就说进步 但是 对于这个进步 我也想拉回来说一点 难道这不是西方文明对我们的影响吗 这不是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进步吗 但具体呢 我不展开道论了 可以单独说一期西方文明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到底有没有感激之情 通过上面讲的这些例子呢 我们就聊到 应该回到恐懵之道 那么 为什么我们传统接触的恐懵之道 与真实的恐懵之道 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相悖的 因为我们接受的恐懵之道 其实已经是几千年下来帝王去修改的了 去修改成符合他的利益的恐懵之道 为什么这么修改呢 我相信大家也很容易就理解 君王把道德 其实这也解释了啊 为什么我们之前我之前一直说 我们现在道德其实更多的是道德高线啊 那么这一路讲下来 我觉得就顺理成章了 在是因为君王修改了 修改了之后把道德提的很高啊 然后呢把道德这杆尺子呢 不是量他们自己 也不是量我们自己 而是让大家拿着这个道德高线去量别人啊 每个人都去要求别人啊 每个人都去要求别人啊 这样就是达到了君王统治者希望的局面 就是人人都要做君子 人人都要做圣人 你们都做圣人 君王统治者自己呢 想各无生平 他们不用这套标准 他们可以做个人 他们可以想一切人间的繁华富贵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这样几千年下来呢 道德就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变成一个衡量别人的道德高线 那些要求负责 所以我们能够责